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全球關注 洛杉磯商業區聚集數百民眾 對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表達不滿 在洛杉磯的十字路口 有好幾百個人聚集在這裡 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表達抗議 很多人手拿著國旗標語 來對著路過的車輛表達訴求 而且一次一次的在斑馬縣 十字路口上來回的遊行 其中我們看到也有在美工作的台灣人 也拿著台灣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這樣的標語表達支持 要求停止戰爭 民眾唱著烏克蘭國歌高喊口號 車輛按喇叭表達支持 不少在美烏克蘭人也加入這場活動 除了和在烏克蘭的親人保持聯繫 關心最新情勢之外 他們更站出來展現團結 也希望世界能和烏克蘭站在一起 就像是說在我們的歌 我們會把我們的心放在心裡 為我們的自由 這就是我們說在我們的歌 這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歌 這就是我們英雙兵士 和所有人都做到現在 我希望很多人會來支持 一個國家 在抗爭上我們 因為他們抗爭上 抗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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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們停止抗爭 會不會再有一個 Ukraine 反占部分種族 台裔工程師走上街頭譴責獨裁 示威者希望不要再有人受苦 如果我們表達同一個共同的共同 然後他們會站在一起 我們可以都活在平衡 誰會在戰鬥 我認為現在很清楚 中國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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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強大的抵抗 我是韓國 美國 我也來支持 這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很多人都在痛苦 痛苦 我來站在這裏 我們必須停止 認真可怕的畫面傳遍世界 深深烙印在人們心中 部分男女老少 洛杉磯民眾站出來 為烏克蘭發聲 也希望美國加強制裁 讓戰士盡快落幕 中央社記者林洪瀚 洛杉磯報導 我們要開宿 一段時間 我當刻不需要 我應該會 我應該會